赵大哥介绍说 这猪排的处理也大有讲究 这就是咱们的猪排了 好大 那接下来怎么做 我看到有好多料 是给它腌制一下吗 我们一道主存的酱 我老婆做的 这是秘方是吗 是的 那咱们今天做酱吗 做酱是冬天做的 我们的酱是五年才能吃 赵大哥家的自制蜜酱 是由辣椒和豆瓣 发酵四五年制成的 他做的柳蒸猪排 之所以这么有名 与这老酱的助力密不可分 加这个配料 还有得重新再加一道工序 我老婆比我最好 叫她来做 大姐你好 我听赵大哥说 咱们这个酱用之前 还有一道工序是吗 是 还得用那个紫苏水 用香葱水 还得去煮一煮 煮出了香葱水 就用那个水来拌 就是没有这两样不行吗 不行 那就颜色也不好看 还不香 不好吃 紫苏和香葱 都是具有独特芳香的植物 将它们晒干后 煮水用来拌酱 可以为柳蒸猪排增色增香 将少许煮好的紫苏 香葱水 与老酱混合 再加入辣椒 胡椒 草果 等八种调料 赵大哥的独家腌制猪排的酱料 就调配好了 涂好酱料汁的猪排便可以入锅 放在柳条架子上蒸制 这香味十足的蜜酱 和清香的柳条混搭 能给猪排带来什么样的滋味呢 面粉跟这个混在一起 有点像酱果一样 做这道菜 它必须是不露气的 最起码不露大气 用面糊把锅边密封 有助于在蒸制过程中 保持锅内压力 让锅内的猪排更容易烂熟 赵大哥说 烹制这猪排 需要用大火持续蒸四个小时才行 看来这广受欢迎的柳蒸猪排 真不是浪得虚名 正是由于制作工序的繁琐 才让这道菜肴 成为了贺庆家宴请客的重头菜 为了款待好友 趁着猪排蒸制的功夫 赵大哥还准备做一道 贺庆瓦罐干炖机 据说这道菜肴烹制时 是不放一滴水的 那究竟是怎么个干炖法呢 这应该是盐吧 这个是用盐 咱们做干炖机要放这么多盐 这个是用盐来锅里面浇温 再沉到这个瓦罐上 原来这一大盘子的盐不是调料 而是作为加热干炖机的介质 将鸡剁块 再加入火腿块 香菇块 与八角 桂皮 生姜 辣椒 酱油等调料搅拌均匀 放入瓦罐中 何大哥又随手摘下一片院子里的南瓜叶 盖在了瓦罐上 这瓜叶子它受热之后会变成软趴的 会紧紧地贴着上面 它就不烙气了 盐放入锅中加热后 将瓦罐放到盐堆里 这样瓦罐能够缓慢而均匀地受热 让罐内的食材温香软烂 看来烹制这干炖机真的是没有放一滴水 那烹制的过程中会不会糊锅啊 赵大哥说 制作干炖机时 得在罐口放碗冷水 罐内食材本身还有水分 加热后会形成蒸汽 蒸汽遇到罐口的冷水碗 便会凝结成水又流回罐中 瓦罐内的蒸汽不停地冷热循环 就会在瓦罐内慢慢产生汤汁 食材也就不会炖糊了 四个小时后 美味相继要出锅了 大菜啊 这是一道 太香了 猪肉已经脱落了 代表它已经蒸得很烂了 很烂了 很烂很烂 就超级入味的 吃猪排吃出了一种烤全羊的感觉 太香了 走吧 好了 我们上菜 菜